大家好,这里是大人物小人物频道 在华人导演中,李安是一个标杆性的人物 他拍摄了各种不同的电影题材 无论是伦理、武侠、奇剧甚至科幻 他都能从容驾驭 独特的经历让他在东西方文化里游战有余 两种不同文明的冲击造就了李安与众不同的视野和气质 兼具东方传统的温文尔雅和西式的洒脱不羁 他的电影手法质朴自然 对白风趣幽默,情节细腻别致 剧情圆融流畅 其导演的华语片致敌于探讨传统与现代的伦理矛盾 东方与西方的文化冲突 为台湾电影开辟了新的表现领域 指导英语片已同样能深入 准确地把握博美文化心理 他不但坚持自己的艺术探索 同时又积极和观众沟通 他的电影往往成为交流成分的文本 对不同历史时期的人性困境都做出诠释和表达 在技术、美学和商业上都实现了突破和突围 是精神贵族向受众宣讲的典范 李安1954年出生于中国台湾省屏东县 两岁时居家迁往花莲 十岁时定居台南 初中就读预言屏中学 1969年进入台南一中 1972年 李安从台南一中毕业 大学联考落地 补习一年重考 1973年 通过专科考试进入台湾艺专 及台湾艺术大学影剧科 1974年 演出舞台剧 获得话剧精灵奖大专组最佳演员奖 1975年 从台湾艺专毕业 同年入武服兵役 1978年 进入伊利诺伊大学戏剧导演专业 两年后取得艺术学士学位 1981年 进入纽约大学电影制作研究所 纽约大学TG数学院 期间拍摄了追打 我爱中国菜和奏艺术家 等16毫米电影作品 1982年 拍摄了短片 阴凉湖畔 获得了纽约大学奖学金 及台湾主办的独立制片电影 竞赛奖 精粹最佳短故事片奖 1984年 李安已毕业做分界线 从纽约大学结业 并取得硕士学位 该片获得了纽约大学沃瑟曼奖 最佳导演奖 及最佳影片奖 此后 李安在家复闲六年 期间 他阅读 看片 写剧本 包揽了所有家务 家庭开支 则靠仍在共读 伊利诺大学生物学博士的妻子 林慧嘉 1985年 李安与美国威廉莫瑞斯 William Morris Agency 经纪公司签约 取消回台发展 留在美国 1988年 李安回到台北 1990年 台湾新闻局 征集优秀剧本 为获得优秀剧本奖金 李安动手写了一个电影剧本 推手 该剧本 不仅为李安赢得了40万元奖金 而且使他获得了第一次独立导片的机会 中影公司采用包拍的方式 让李安拍摄推手 该片于1991年12月7日上映 是李安父亲三部曲中的第一部 获得了第28届台湾电影金马奖 评审团特别奖提名 李安则获得了最佳导演提名 1993年 指导由赵文轩 狼熊 贵亚蕾合作主演的剧情片 喜宴该片 是父亲三部曲的第二部 获得了第43届 柏林国际电影节金雄奖 第66届奥斯卡金像奖 最佳外语片提名 第51届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 电影类最佳外语片奖提名 李安泽平及该片 获得第30届台湾电影金马奖 最佳导演奖 1994年 拍摄由狼熊 吴倩怜 杨桂妹共同主演的剧情片 影尸男女 该片是父亲三部曲的最后一部 获得第67届奥斯卡金像奖 最佳外语片提名 第52届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 电影类最佳外语片提名 第48届英国电影学员奖 电影奖 最佳非英语片提名 李安本人评级该片 获得第31届台湾电影金马奖 最佳原创剧本提名 1995年4月22日 兼致并参与编剧的剧情片 少女小于上映 李安评级该片 获得了第32届台湾电影金马奖 最佳改编剧本提名 12月13日 根据简奥斯汀的同名小说拍摄的剧情片 理智与情感上映 这是李安指导的首部英语电影 由艾玛汤普森 休格兰特 凯特温斯莱特 联媚主演该片 获得第46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雄奖 李安则获得第53届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 最佳导演提名 第49届英国电影学院奖 大卫林恩 最佳导演提名 1997年 指导了由凯文克莱文 琼二轮 西格尼维福 联媚主演的剧情片 冰封爆 该片入围了第50届嘎那国际电影节 主竞赛单元 1999年 根据丹尼尔伍德瑞尔的同名小说 拍摄了战争剧情片 与魔鬼共棋 该片由斯基托沃尔利奇 托比马奎尔 杰弗里怀特 联合主演李安 评级该片 获得了法国杜维尔电影节 美国导演特别成就奖 2000年7月7日 执导的武侠剧情片 卧虎藏龙上映 该片由周润发 杨子琼 张子怡 联媚主演 最终 北美票房1.28亿美元 全球票房2.14亿美元 成为美国电影史上 第一部超过1亿美元票房的外语片 并获得了第73届 奥斯卡金像奖 最佳外语片奖 李安则获得了 第58届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 最佳导演奖 第54届英国电影学院奖 大卫林恩 最佳导演奖 2001年5月10日 李安被纽约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 以表彰他在电影上的重就 同年 执导的汽车广告短片 《圣子》播出 2003年6月1日 担任制片人的剧情片 最后一期上映 6月17日 执导的超级英雄电影 绿巨人好客上映 该片由艾瑞克巴娜 詹妮弗康纳利 尼克诺特 共同主演 2005年12月9日 根据安妮普鲁克斯的同名 短片小说拍摄的剧情片 《断贝山》上映 该片由杰克·吉伦哈尔 希斯莱杰 班迪海瑟威 联媚主演 获得了第62届 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饰奖 李安评级该片 获得了第78届 奥斯卡金像奖 最佳导演奖 成为首位获得该奖项的 大洲导演 2006年6月17日 李安获得了第9届 上海国际电影节 华语电影 杰出贡献奖 2007年9月24日 根据张爱玲的同名小说 指导的剧情片《色泻上映》 该片由汤伟 梁朝伟 王力宏 年魅主演 获得了第64届 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饰奖 李安评级该片 获得了第44届 台湾电影金马奖 最佳导演奖 年度台湾结出 电影工作者奖 2009年2月 李安受邀担任 第66届 威尼斯国际电影节 评审团主席 8月26日 根据爱利奥特泰博的 回忆录制造 伍德斯托克 一个关于骚动音乐会 和人生的真实故事拍摄的 音乐喜剧片 制造伍德斯托克 上映 该片由迪米特里马丁 亨利古德曼等 合作主演 入围了第62届 嘎那国际电影节 主竞赛单元 2012年11月21日 执导的3D冒险冒险电影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上映 该片由苏拉沙玛领前主演 被时代周刊评选为 年度十佳电影之一 李安评级该片 获得了第85届奥斯卡金像奖 最佳导演奖 11月末 李安被法国文化部授予 法兰西文学艺术 歧视勋章 以表彰 他在电影艺术领域的成就 2013年4月24日 李安受邀担任 第66届嘎那国际电影节 主竞赛单元评审团成员 9月2日 受邀担任第50届 台湾电影金马奖评审团主席 2014年6月24日 担任制片人的动作惊悚剧 暴君第一季首播 2016年3月 李杨子叶 于林明等25位电影人 向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委员会 递交抗议书 抗议奥斯卡亚 以歧视言论 11月11日 根据本方听的同名小说拍摄的 战争剧情片 比利林温的中场战事上映 该片由乔奥尔文 克里斯汀斯图尔特 克里斯塔克 共同主演 2017年5月3日 在纪录片 我是希斯莱杰中处境 11月末 李安接替张爱佳 担任台湾电影金马奖 职委会主席 2018年8月15日 李安获得了 美国导演公会终身荣誉奖 2019年10月11日 指导的科幻动作惊悚片 双子杀手上映 该片由维尔史密斯 领先主演 2020年8月25日 参加第十届北京国际电影节 导演大师班讲座 是主题东方表达 与数字技术的主讲人 2021年4月6日 李安获班 第七十四届英国电影学院奖 After终身成就奖 11月 李安将卸任金马执委会主席 李安是一位 将东西方文化冲突 表现得淋漓尽致 并以此赢得东西方观众 普遍认同的华人导演 她的导演艺术 既有儒家文化的内涵 又有好莱坞剧情片的 通俗情节剧特征 她所创作的系列作品中 体现出对通俗情节剧模式的熟案 对发呼情指呼里的儒家传统的坚守 以及在文化多元 认同分歧的现实中 努力寻求一种 何而不同的出路的创新精神 她不但深谙电影艺术 表达中的隐喻之道 用隐喻的手法 讲述了分成多变的创作主题 而且她的隐喻 往往又具有含婚性的特点 这使其电影 大大扩展了产世空间 丰富了表达意义 并增强了艺术审美效果 此外 她的成功得益于 她深厚的文化底蕴 和独到的艺术视角 她的影片中 没有宏大的叙事模式 而是专注于讲述 反映真实人性的家庭故事 反映现实人物的真实情感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呢 请关注我的账号 大人物小人物